哈喽各位小红书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龚俊 今天录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开箱视频 是一些我的这个同事朋友 然后送的我一些这个生日的礼物 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呢 我待会就一一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 我要先介绍叫我自己 送了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 那买完之后我就非常的诧异 因为没有主角 给大家看一看 对 这个是一个手办 我第一次买手办 然后它这个东西是叫 魔神英雄传 是我小时候非常爱看的一个动画片 这个这个 它是男主角 它叫小杜 但是我发现 就是我们那个小院子 它向我展示的那个机甲 叫神龙丸 没有 我就很诧异 我找到卖家 然后为什么我没有机甲 我买了这么大一块 他说他给我发错了 发了个低配版 然后要我自己去买 所以就是没有主角的 一个手办 好吧 这当我自己给我寄了生日礼物 我还挺喜欢的 到时候 杀青啊 把它撞好 发到我城东去 好了 那就接着 接着拆吧 第二个呢 这个是 叫CT 听我同事说 这个护肤瓶 挺高级的 这是什么 反正应该就是擦脸的 好大一罐 我天 Magic Queen 这应该是个面霜 认出来 应该是面霜 眼霜什么的吧 嗯 是个护肤霜 哦 这 这个是一个唇膏吧 应该 这个可以 挺实用的 谢谢CT 第二个 第二个 这是我们文化人 这是我们文化人 经常会看到的 这是 这是一个制片人哥哥 送我的 他写的一本书 这是他写什么 请给我一个 能遛狗的男朋友 我不知道他送了这个 让我学什么 希朗柱 可这个哥哥好像不这样吃 还是小语的 这是这本书 是他姐 我真的怀疑 好 反正空了的时候 我会看一看的 谢谢这个哥哥 再一个礼物 这是吹风机 是 好像是戴森的嘛 挺高级的 这个牌子 好像很贵 到时候我都吹一吹吧 希望头发能多一点 来 再一个 拆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感觉 不是很贵 是个大礼包呀 哇 这包装 这个礼包 看起来比较贵重 一看就 精美 我来猜猜看 你能问什么 这个好像 这个牌子叫 Lens 搞错了 再来 这个牌子的牌 叫Lensio 蓝姿 大家学到了吗 Paris 巴黎的 挺难拆的 这个是一个 做时尚 做时尚的哥哥送的 我送了我两个包 还是什么 送了我两个包 哇塞 书包耶 这个绿色还挺好看的 嗯 我平时也比较喜欢背书 挺好看的 比较低调 适合我 谢谢这位 哥哥 然后还有一个小包 小包包 小包包 听说不是送给我的 拆开看一看 小包包包不是送给我的 大家不要误会了 下一个礼物 这个就很特别了 这是我一个 制片人哥哥 送给我的今天 但是我平时也不爱喝酒 到时候庆功的时候 应该可以用得上 其实这个威士忌 我要说一说 我们结婚的导演 非常喜欢 喝威士忌 他当时生日 对我和小周同学 还一人送了他一瓶威士忌 对 下一个也是我很喜欢的 小红书